又有地震惊险的画面曝光 0403花莲地震发生的时候 一辆轿车刚好行进苏花公路九区洞附近 突然有落石砸下赶快躲进民隧道 在短短两秒钟过后 山坡的落石就像是弹雨般狂闸 土方也弹进了隧道 轿车挡风玻璃瞬间破碎 漫天烟尘席卷而来 历经生死瞬间车上的人都余悸犹存 另外有民众搭飞机的时候 还从空中捕捉到了山崩瞬间 大地震 对我赶快先躲到这个 落石突然砸车顶驾驶踩进油门冲入民隧道 差点GG 众人心跳加剧没想到更可怕的在后头 今天落石如淡雨般狂砸红龙坐下 不是吧 大大小小瞌睡时像子弹一样四处弹射 挡风玻璃也被砸到瞬间裂开 完了我们要救援了 树枝和石头不断倾泻而下 随后烟尘铺天盖地而来 车内被黑暗吞噬 宛如世界末日降临 后这行车记录器也拍下惊恐瞬间 不是吧 才刚躲进民隧道不到几秒 瞬间天崩落石尘土砸黑眼前视线 这段恐怖画面就在0403花莲地震当下 油辆轿车刚好行进苏花公路太鲁阁九区段附近 地震一来轿车马上躲进民隧道 接着连冷静的时间都没有落石就从山壁疯狂砸落 影片po往后不少民众隔着荧幕都能感受到惊恐 同样令人震撼的海包含这一段 被网友称为上帝视角的瞬间 0403当天有民众搭着飞机从台北飞往台东 突然觉得云层怎么怪怪的决定拿手机拍 因为陆下山崩瞬间 东部山麦山体如波洛斑仰起大片尘土 原本脆弱的山头凸了一大块 地震带来的天灾接连曝光令人震惊 综合报道